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的惊悚恐怖电影《沃土》 影片刚开始讲述的是男主和女主十分期待孩子诞生 女主是一个服装设计师,男主是一个画家 女主怀孕已经一段时间了,朋友们都来祝贺她 他们说孩子是个女孩 男主他们聚会的时候本来气氛还不错 可女主突然说自己有点难受 上去洗手间,洗了一半结果女主流产了 他们很伤心,瞬间感觉生活都失去了色彩 医生告诉女主她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女主有点绝望,可生活还要继续 为了让妻子散散心,舒缓下心情 男主和女主就搬到了乡下的祖屋 这个房子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而且四周,环境清幽,看起来真的不错 非常适合修身养性 女主看到这里的风景顿时心旷神怡 女主对这里非常满意 她认为自己现在应该走出来 他们搬进了新房子里 女主指挥他们把桌子放在墙根下 然后她去男主那里找一个画,准备挂号 男主有点高兴,自己的妻子能有这个状态,真好 这儿以后就是他们的家了 女主让搬家公司的人把自己设计服装的套子拿到卧室 她又准备开始设计服装了 女主回到卧室之后,她正在收拾东西 没想到玻璃上竟然出现了一个手印 女主有点诧异,感觉好像也不是自己的 她把手印擦了以后,发现这个窗子不是特别牢固 他们打算以后修好了 女主之后去地下室放箱子 没想到被女主擦掉的手印竟然又出现了 女主跑到了地下室 她把东西放下之后,还看到了一个箱子 她走了过去,准备打开灯 可因为年久失修,灯也坏了 女主把那个箱子打开之后 竟然看到了里面的洋娃娃 女主有点走神了 如果自己女儿在的话,应该会玩她吧 女主刚把箱子关闭 男主猛地出现,一下子把女主吓了一跳 男主和女主还在箱子里面发现了曾经的老照片 老照片上是男主的多少代叔叔 之后他们过上了新的生活 女主还专门买了一棵小树 看起来是生命力的象征 女主和男主把小树种在了院子里 到了晚上,男主和女主做修修的事情 可是女主有那么一瞬间 把男主看成了老照片里的叔叔 男主和他本来就很像 女主第二天醒来喝了一点药 她突然听到马桶里抽水的声音 可边上一个人都没有 女主走近一看 没想到马桶里面的水直接冲了上来 马桶里面的东西溅了女主一身 女主差点崩溃了,然后又叫来了维修人员 原来是树根破坏了水管 维修人员把探照头放进了水管里 没想到他们在里面找到了一个骷髅头 他们把骷髅头拿了上来 警察过来之后带走了骷髅头 法医鉴定还需要几天 之后才能给出女主答案 第二天男主和好朋友一块去看画廊 女主却留在了这里 女主想要知道埋在地下的是谁的头 然后他去小镇上拜访了一个老头 老头对女主说 他们现在住的这栋房子有一段阴暗的历史 1827年有一个人死了 50年代又有一个人死了 在20世纪初又有一个杀人魔来到了这里 还在小镇上居住了一段时间 1921年一个丈夫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女主才知道这个房子里曾经死了很多人 女主回到家里赶紧看看那个箱子 女主收拾她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她去看什么都没有 她发现画歪了 她摆好之后画又掉了下去 晚上睡觉的时候女主做了一个梦 她感觉梦境太真实了 她感觉自己病了就去看医生 医生说她这是梦游症 女主回到家里之后却发现 自己种的那个小树都变黄了 自己的丈夫还工作了很晚 第二天警官打来电话说 那个骨头已经有150年了 是一个成年女性的骨头 这个时候医生也打来了电话 竟然说女主怀孕了 可丈夫竟然没有之前的欣喜 估计是感觉很诧异 女主到了晚上准备叫丈夫和自己一块睡觉 可男主现在忙着弄画展 根本就没有听到女主的叫她 第二天女主打算和男主一块去产检 可男主说自己没时间 要忙着画画 女主没有办法就一个人离开了 女主一个人在这里待着很无聊 可男主忙着画画 之后他们还要准备一个派对 这是他们的乔迁之喜 女主好像总能看到一些奇怪的鬼魂 老头还给女主带来了资料 然后女主看到自己的好朋友死了 等到晚上女主做梦的时候 发现一个小女孩跑进了丈夫的工作室 女主下去之后看到了坟墓 结果她把土挖开之后看到了丈夫的脸 女主吓得要死 而且被自己给打了 女主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在做梦 等到起来的时候 女主发现男主的脾气越来越大 对自己也不太好了 男主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画展 之后女主还和男主吵了一架 女主开车准备离开 可到了半路感觉自己肚子很疼 然后又回来了 女主后来又翻开了一个笔记本 里面记录的是恐怖的日记 原来这里所有怀孕的女人 都会被自己的丈夫杀死 她们的丈夫都被鬼屋给影响了情绪 后来丈夫回来真的想要杀女主 女主把自己的丈夫给杀了 最后女主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